这个用钥匙打开 然后下面这个黄色的管子是个出地管 地头连在这个柱子对下边 然后要贴着地面从后边伸到这个出地管口这伸过来 用这个掐子掐上就可以了 你有没有几号笔 有啊 你给它写上 从最后 然后这边这个是主机和辅机之间的数据连接线 还有电源线都在这里边 这个就是有客机接头 插上然后把这扭紧就可以了 后边呢 这根管是个回油管 就是有油从冷下注溢出来之后 会通过这个管再回到油箱里边 一头接在这个地方 也是从这上过去 贴着地面 另一头接在这个有开关的这一个弯管上就可以了 然后下边 下边这一根硅胶管是浸油管 就是通过这根管 把油从油箱吸到这个主机的冷却柱里 一头接在这个油箱下边这个开关的地方 然后通过下边这个口 接到循环瓣的左侧 进油口站 然后出油口这个地方接一根管 接到这个快速瓣 任意一个方向 任意一个弯管上都可以 然后剩下的一根弯管 就接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上来之后 再通过一根硅胶管接到这个冷却柱上面这个口站 冷却柱下面这个口 然后接这个 带开关的这个弯管的地方 这样等到这些管啊 我都会给你标上标识 打个比方这个地方吧 写个11 这个头也会写个11 这个地方写个22 这个头也会写个22 到时候到了以后 你们就是看着11就按到11上 看到22按到22上就OK了 然后发货的时候 这些管一般都是不拆的 这个需要拆下来 这有一个螺丝 到时候把这个前面 这个调节杆 调节杆 调节杆上面这有一个平面的地方 这个平面对着这个螺丝孔这 然后这样插进来 插进来插到底 找个扳手把这个螺丝紧上就可以了 这个快速泵 前面这贴到 贴到前面这个铁板的地方 两个贴下来这个位置一般就差不多 不能太往后了 再往后那个前面调大小的 地方就不够了 然后这边是个快速放的电源线 到时候你根据颜色自己接上就行 这个就是把这三个小塑料开关往上一奔 这个线就能抽出来 然后这个线插进去之后 往下一按 这个线就固定了好 接管的话就这么多管 这些管看上去有点乱 但是发火之前都会给你标出来 这样的话你就 就是根据那个给你标的标识 你带就是插就可以了 你带就是插就可以了 我们下期再见